香港特首梁振英因为拒绝和学生对话 触发学生罢课抗争行动升级 星期六晚上 大约6万名市民到政府总部期会 声援被警方清场带走的学生 星期天凌晨1点40分 占领中环行动并宣布提前启动战中 要求人大撤回封杀真普选的决定 梁振英重启政改 否则战中运动将升级 警方清场行动之后 大批市民无惧防暴警察和胡椒碰露 到政府总部一带制约学生 入议后 前往香港政府总部的市民越来越多 大批市民身穿雨衣 戴上口罩等 无惧防暴警察的打压 支援数十名早上被捕的学生 凌晨1点40分 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 突然宣布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 他说占领中环的起点 已占领政府总部开始 他提出两项诉求 戴耀廷表示 目睹这么多市民站出来 所以决定提前站中 又批评香港特首梁振英 没有诚意 现场市民高呼要梁振英下台 多个政党也宣布参与赞中 大批市民继续留守香港的政府总部 新唐人记者梁振在香港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